哈嘍 大家好 很開心上一次拍明日回家之星的老皮已經回家了 等喔 等 等 坐下來 好棒喔 今天我們要去幫助下一隻對象 那這個孩子呢 是古代媽這邊的孩子 那我們就一起去認識他吧 來來來 接過 接過喔 來來來 光點耶 哇 光點好大隻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 好快襲擊喔 在洗澡 就是他 今天的主角就是他 對啊 他叫上位 他洗澡好乖 欸 欸 他就走了耶 好啦 然後人家洗澡洗一半就走了 洗澡這麼乖 好帥喔 他的胸膝 躺得好特別喔 這個叫 光點 這叫什麼 深槍 深槍喔 深槍 光點現在好了嗎 我覺得很帥 而且他變蠻乖的 光點啊 居然在店裡送養 都已經找到家了 結果找到家以後 突然生重病 去住院 所以因為那領養人是單身 一個人養他 我們覺得他照顧不來 就是請他先放棄了 所以光點又在醫院休養了一陣子 接受訓練一陣子 現在回來古代媽這邊 光點也非常可愛了 可以考慮一下光點 光點 光點 人家說杜冰不是兇猛犬嗎 他會很兇嗎 也不會 可是我覺得如果狗要找他打 他可能會願意打 會願意打 欸他那個 嘴邊肉好可愛 超垂的耶 真是帥耶 你看這個耳朵 欸我們不能講帥 因為他那個耳朵是尖耳 現在是鼓勵尖耳 哦哦哦 杜冰是長耳朵 哦 而且尾巴也有啊 那個都是因為他們尖掉了 不帥不帥不帥 對不帥不帥 這樣長得好奇怪 好奇怪 好乖哦 吹毛也這麼乖 你看我不認識他 他也可以給我摸耶 光點好乖哦 欸有有有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一叫就來 他平常可以放著自己走來走去嗎 可以 但是我們沒有人還是會關起來 因為怕他部門 然後他如果出來有運動過了 就是體力有釋放掉的 他就可以跟狗走 對 所以他是親狗的 對 可是他就是會平常的狗 其實因為他動作太大了 那個狗跟他往後覺得壓很大 哦 等一下 放差一點 好 是啊 白白來媽媽這裡來 欸 小狗 這位是誰 他是那個露比的成家 哦 他被打了一巴掌 哇 這個狗不會怕 嗯 欸 好囉 好了好了 所以 他膽小的時候不用怕 確實是蠻 激動的 對啊 就是如果他要分手 一定要有 沒有而且他比較大隻嘛 又怕別的狗受傷 嗯 嗚 蠻愛玩的耶 喜歡玩布哦 對啊 所以一塊布就可以打發了 所以他睡覺的布只能 用回收的骨 玩久 玩一往會把他咬在 他會咬 對他會咬 大部分的狗最期待的都是這個 好 好啦 哦 這個真的很帥耶 來 尚未平常就要住在這個籠子裡面 籠子是 為了狗在這裡的時候 地門打架隔離用 地門真正是為了要關注 對因為這邊狗太多了 所以才需要籠子 對 畢竟他的體型跟其他狗狗落差很大 有時候沒有人在的時候 還是怕發生意外 但是帶回家以後 是不需要有籠子的 那籠子的籠子也可以做 那可能是學生泡吧 他是那個 去年3月4月在苗栗流浪 那時候 地方社團就有人PO他了 有一天他就自己亂走走走 就剛好走到我們一個志工的面前 然後那個志工就看他產不能滷一樣嘛 那時候才19公斤 所以就 帶他進來 然後給他東西吃 幫他洗澡那些 可是 他那個志工沒有辦法收留他 後來就找到我這樣 才問我說能不能幫他 他現在大約17歲 現在幾公斤 剛救援的時候 19 現在36 嗯 那他來的時候身體有什麼狀況嗎 來的時候就營養不良嘛 然後有青絲蟲 啊青絲蟲已經幫他治療好了 然後其實他就是 皮膚病那些都治療 現在就是毛長不出來的問題 好啦 一千都要帶他去顧顧 現在來帶他 日常散步一下給大家看 那你覺得他 像我個子這麼小的女生 是可以養他的嗎 那你可以切啊 所以說OK的 通常他不是只有當出來 那你小時候比較興奮 嗯 就是要稍微拉一下 身高156 沒有暴風喔 哎唷一直在黏鼠袋嗎 對啊 還OK耶 一千兩隻OK OKOK 所以他散步的時候 有什麼特殊的狀況要注意嗎 沒有 都正常 但是我們沒有讓他跟 路過的狗打招呼 為什麼 不曉得對方的狗怎麼樣啊 而且一般的人看到這種狗 會怕 以前他不知道被什麼東西弄到 你看這毛都長不出來了 都受傷 毛狼都受傷 那現在他因為 膀胱結實的關係 都只能吃廚房牽飼料 所以他吃廚房牽飼料都不會挑 不會他非常乖 就那個飼料給他 要大概30秒就沒了 不挑嘴的狗超好養 對超好養 真的 不挑嘴的狗 真的是讓你少一大半煩惱 對 那他吃藥乖嗎 如果吃藥的話 我們就額外給一點肉放進去 就一口裡面啊 我跟你講 狗 能不能吃藥啊 看醫生非常重要 那他看醫生乖嗎 乖超級穩定 如果去加油站加油的話 他會對外面的人叫嗎 對 我才正講要加油 因為沒有 好 那去接好 好 裡面吼 好 好 我本來吼 好 我本來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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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這麼乖喔 坐車一百分耶 坐車一百分耶 我本來坐車一百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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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讚的 現在我們要去 捧物友善餐廳 帶他去吃飯 看看他在 陌生環境跟 陌生的人接觸 會有什麼反應 要進入餐廳幫他戴一下禮帽帶 防止他抬腿尿尿 怎麼那麼乖 連戴禮帽帶都很乖耶 進入餐廳囉 養這種狗就是會受到路人的讚美 一進來大家就說他好大隻喔 好帥喔 這麼大這麼大 出門要帶尿布 對 哈哈哈哈 那邊是蝶膜 蝶膜 蝶膜 牠叫什麼名字 牠叫上腕 上腕 這邊啦 這邊啦 這邊是蝶膜 牠真的很溫和 完全不認識的人 牠馬上也OK 雖然聽不太懂坐下 沒有牠現在只想吃而已 這邊有陌生狗 陌生狗也OK 有陌生狗也OK 有陌生狗也OK 欸?牠打給人家幫牠打死 蛤 嘿嘿 一直用手摸牠 人家不理你拉 欸?叫牠走就走了 好可愛喔 對啊 有一隻雞欸 他現在覺得那隻雞看起來蠻好吃的 這是他第一次來餐廳嗎? 對 哇第一次來餐廳就這麼穩欸 不然養大狗就很怕他可能不親人 不親狗帶出去就會很麻煩 而且在外面如果想打架會被他撥得走 這超適合帶出去玩的啦 又穩定又乖 哇這個今天出來賺到吃鮮食 他有吃過鮮食嗎? 我們偶爾都給新鮮的肉 他無法按耐 這位小姐你動作可以快一點嗎? 這個還很差他還蠻好鹽 對啊你要等一下這個跟鹽漿一樣 要吃了要吃了 來 坐下坐下 坐下坐下 坐下 再來 哇 哇 好可怕 不會嗎?你今天沒有為他吃飯 吃超快的 誰送得了 你都沒有在好好享受美食欸 他沒有咀嚼 真的 登登 沒油了沒油了 連湯匙都要吃下去 欸 哇 糖尺不能吃啊 太甜了 大家吃東西都要閃超遠 食物在這邊 狗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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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這樣子像小偷一樣偷偷摸摸的示範 壓力很大咧 他會吃菜嗎? 看看 欸 我可連菜都吃欸 現在吃飯大概過了20分鐘 他已經冷靜了 也不會爬桌子 你看他眼睜睜的看著狗在媽在啃雞腿 你好意思自己吃喔 嗯 很棒 這麼大一根 會吃嗎 會吃嗎 唉唷 這個吃得很帥 他就自己吃嘛 天啊 竟然連蘆果都吃 天啊 竟然連蘆果都吃 天啊 你是 餐吃的 你會餐吃 很可愛 很漂亮 如果養他的話 有什麼特殊的狀況要注意嗎 我覺得就是 因為他沒有進入真正的家庭環境 可是如果進去家裡 開始出群 可能會搞一下破壞 可能剛回家的時候 要有四大股 我會懶住 然後讓他慢慢適應家庭生活 我們還是希望他能送出去 因為他如果沒有送出去的話 他就會卡住我們一個位置 能收容 像這麼大型的動物的單位真的不多 如果他送去 我們當然可以繼續 幫助下一隻大型犬的動物 然後再來就是 以前應該是沒有過過什麼很好的日子 然後現在已經七歲了 希望他最後面這一段餘生 能享受一下家庭生活 還有人類對他的愛 他留在團體生活裡面 大部分時間其實是關榮的 這不是我們想要給他的生活 我們最大的希望還是 希望他能找到家 最後 如果你對上位有興趣 那麼現在他有IG可以追蹤喔 快來加入 多看看他的日常生活 接著 如果你支持我們的送養工作 你可以加入Youtube付費頻道會員 購買宅配商品 或者到店消費 陪浪浪等家 用這些方式一起跟我們幫助浪浪喔 你怎麼知道旁邊小票一人欸 你怎麼知道旁邊小票一人欸 完全男朋友 你很容易優秀 feedback 鍵